2021年9月24日早上6点 任天堂发布了一段长达40分钟的游戏直面会 可谓是干货满满 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主要游戏 都纷纷公布了最新的消息与宣传片 那么这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本次直面会的主要内容吧 开场就是很久没有消息的怪物猎人崛起 终于公布了大型扩松内容破晓 一段几十秒的宣传动画也引出了本次的封面怪 全新的怪物与地图想必又会给老猎人们带来全新的挑战吧 该作将会在明年夏季发售 之后登场的三角战略算是近几年来 个人最期待的战旗游戏 采用虚幻引擎制作的HD奥地风格的画面 让老玩家们梦回橡树游戏的黄金实弹 游戏将于2022年3月4日发售 喜爱战旗游戏的玩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任天堂辞职不出《马里欧赛车9》怎么办 SE带来他们以追踪幻想 作为主题的卡丁车竞速游戏 陆行鸟赛车GP 因此你可以看到黑白魔导师 陆行鸟 召唤兽等FF中的经典元素 通过拾取魔石 还可以发动各种华丽的魔法 攻击其他玩家 该作最多支持64名玩家对战 刷腻了马18的玩家们 不妨考虑下本作 偶尔换换口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两款将于今年10月发售的 任天堂老牌经典IP 银河战士与马流派对 也带来了最新预告 银河战士生存恐惧 作为地下城探险游戏的鼻祖 相信系列的老玩家们 对于时隔多年后的续作 早就期待已久 而多人聚会游戏 《马流派对超级巨星》 则整合了系列之前作品中 那些人气最高 总数多达100款的迷你游戏 并收录了N64版的武装地图 绝对是忌讳类游戏的首选作品 《真女神转身5》作为阿特拉斯旗下的老牌游戏 《真女神转身》系列的最新作 凭借有趣的皱膜系统和成熟的世界观 信了大批GRPG玩家 本作定档2021年11月11日发售 健身房大厂磕了美 炒冷饭不加料 直接搬出GBA《恶魔城》三部曲 月之轮回 百叶协奏曲 小月圆舞曲的合集 再附送一个恶魔神X 原汁原味脸都不要了 明晃晃的伸手要钱 新作没有 冷饭管保 你们恶魔神粉丝还不赶紧打钱 对比之下 SE的老牌横版动作游戏 雷沙出击的重制版 那就良心太多了 不仅画面完全重新制作 还加入了全新配乐与全新关卡 磕了美 你看看人家是怎么炒冷饭的 极乐迪斯科最终剪辑版 加入了全语音全新任务 2021年10月12日发售 光龙的歌草游戏 刀剑乱舞无双 将于2022年2月17日发售 塞尔达无双灾厄启示录 第二弹机票内容 最一的守护者 最佳普尔亚与洛贝利两位可操纵角色 将于10月29日上线 玛利欧网球会在今日更新两个新关卡 以及全新角色 漫漫龟与忍者 集合纳动物生友会 会在10月举办专场直面会 并在11月更新咖啡厅等全新内容 由尼尔团队制作的魔幻风游戏 卡牌之声龙之岛 将于10月28日发售 该做是一款含有一定RPG要素的卡牌游戏 试玩版已经可以在eShop下载游玩 感兴趣的玩家不妨去尝试一下 来自level5的新作 百万吨级武藏公布了全新预告 游戏会在11月11日登陆NS平台 消失光芒白金版 将于10月19日登陆Switch平台 而二代则会以云游戏的方式 在2022年2月4日发售 包含众多迪士尼元素的迪士尼魔法2 将于2021年12月2日发售 星球大战旧共和国武士 将于今年11月11日发售 话说该做的重制版 不是前不久才公布了PS500吗 这算不算变相狙击索尼呢 而老任的NSO会员服务 终于迎来了全新的扩展内容 惠美游戏由之前的FC与SFC 扩容了N64与世加MD上的经典老游戏 卢斯亚的传说十字敌 马六64 索尼克等 届时还会突出N64与世加MD的复古手柄 售价49.99美元 该扩展内容会额外收费 预计今年10月上线 至于老会员是否需要加钱升级 目前还未公布 3D相庭冒险游戏 新之卡比一望之地的公布 可谓是本次发布会的一大惊喜 一直以来 以奥迪横版卷轴为主的新之卡比 也终于迎来了玩法上的大更新 任天堂教科书班的关卡设计功力 向来都是业界标杆 本作以废旧的都市作为主要舞台 绿树成荫 阳光沙滩 再加上卡比的附身功能 与各种精妙的挑战收集 实在太像老任之家的马六奥德赛了 本作将于2022年春季发售 又是一款必买游戏 作为任天堂近年来最成功的原创IP之一 斯帕拉伦3这次也公布了不少新内容 全新单人模式普鲁类回归 讲述已经灭绝了的普鲁类生物 是如何重现陆地 并且前两桌的经典角色 也会在三代中悉数登场 而多任模式也增加了 如爬墙 骑神等全新要素 斯帕拉伦3将是该系列首次支持官方中文 本作依据于2022年登陆NS 最后压轴登场的是玩家们新兴念许久的猎天使魔女3 作为白金工作室旗下的精致招牌 猎天使魔女凭借爽快的动作元素和华丽的战斗画面 一经面世就吸引了大量ACT爱好者的追捧 尤其是魔女时间更是成为系列的标志性元素之一 不过贝姐的个人魅力想必还是吸引玩家们购买的最大动力吧 猎天使魔女3在2017年放出第一段概念预告片后 成绩长达四年之久 而此次的直面会终于放出了最新实际演示 不仅展示了贝姐的全新造型和全新敌人 并且还看到了白金另一动作游戏《异界锁链》的元素 不知星座里这两代IP是否会进行联动呢 结尾处红月下 身披长刀的神秘少年登场 也为星座留足了悬念 猎天使魔女3确定会在2022年内发售 到此本次发布会内容也就全部结束了 储蓄一山上已经公布的银河战士马六派队 最让我惊喜的则是明年发售的 星之卡比《一望之地》和猎天使魔女3 再加上三角战略《赤普拉顿3》 和天下第一的《旷野之西2》 看来任天堂教我明年的钱包也是安排的明明白白呀 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本次任天堂直辩会满分10分的话 你会给几分呢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